大家好 我们在养护兰花的过程中 总会避免不了 这个兰花叶片出现胶尖的问题 这个兰花叶片出现胶尖 我们一定要正确的处理 首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胶尖的部分给剪掉 很多话有可能不懂的修剪 直接就从这个胶界处修剪掉 这样修剪的话 定筋还不能全部清除 我们应该正确修剪的方法是 从这个胶尖下面这一部分 大概两到三厘米处 这样将它剪掉 才可以避免续菌继续的感染 给这个兰花叶片剪掉胶尖的话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些技巧 这样才能避免它继续的感染一下续菌 把这个兰花叶片胶尖剪完之后 一定要放到比较干燥的地方 让这个伤口快速的异合 不会继续的感染一下续菌 那么我们要避免兰花胶尖 一定要从这个预防为主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如何修剪这个兰花叶片胶尖的一些技巧 那么下一期跟大家分享 如何避免跟预防兰花胶尖的问题 我们下一期再见